OK,我看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先开始吧。 非常高兴今天大家来Cubella的MaintainerTrack, 然后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董天心,目前在Bentamal担任高级工程师, 然后同时也是CNCF的Ambassador, LFA-Pack的Invangelist以及Cubella的Maintainer。 然后今天这个主要是一个MaintainerTrack, 我会先介绍一下Cubella这个项目, 然后会介绍一下我们即将发布的新功能QX 以及即将Release的最新版本1.9.10。 因为可能不是在座的所有大家都了解过Cubella这个项目, 所以我会先介绍一下Cubella。 那么Cubella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Cubella是一个现代化的做应用交付的这样一个平台, 它能够应对当今这个混合Hybrid多极群的这样一个环境,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应用交付更加简单并且快速。 Cubella是一个infrastructure无感的一个平台, 同时它也是一个可编程的一个平台。 最重要的是我们Cubella是以应用为中心的, 我们所有的概念都是围绕着应用来展开的。 可以看到下面这张图, 前面可以是一些CI, 比如说Jackens或者GitLab等等。 然后Cubella主要是在中间这一层承接了应用的渲染编排以及部署和管理, 然后最后面则是我们的应用真正被部署到的地方, 包括你自己的on-premise Kubernetes cluster, 以及不同的云厂商又或者是IoT以及边缘的一些场景等等。 那么左边这张图就是Cubella的application的一个样子, 可以看到一个最基础的application, 它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组成部分, 第一个是components, 第二个是components所关联的这个treat。 如果我们只是想部署一个web service在集群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type为web service的这样一个component, 它name就是podinfo, 然后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输入非常简单的参数, 那就是image镜像, 因为其实对于真正的应用开发者来说, 镜像可能就是他唯一关心的这样一个parameter, 所以在这里我们有这样一层component的抽象, 能够帮助我们的应用开发者去简化他理解这个应用的形式, 一个过程, 然后同时呢, 这个components它关联了两个trades, 这两个trades第一个是scaler, 也就是如果我们希望这个web service的这样一个component, 它有一些replica, 我们可以在这里为它设置scaler, 然后同时比如说应用开发者比较关心的是, 比如说我这个web service, 它可能会需要对外去暴露一些端口, 那么我们可以用gateway这样一个trade, 去给它做一些端口的一些参数, 那么其实刚刚也讲到了, 就是我们的这个component和trade, 它都是有type的, 那么这个type对应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叫做统一称之为xdefinition的一个CRD, 像component它就有对应的componentdefinition, 然后trade呢就是对应的tradedefinition, 有了这样一层抽象的好处是, 一个是我们能够简化我们的应用开发者他关心的参数, 第二个则是给我们的, 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些covair的运位人员, 或者是平台开发者, 给了他这样一个灵活性去定义他自己的definition, 可以看到以这个gateway为例啊, 它的input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像port,class,domain, 可以理解为这个definition它的input, 或者说它定义这些parameter, 就是实际的我们应用开发者他关心的东西, 因为对于应用开发者来说, 他可能并不理解cubernetes的service ingress到底是什么概念, 他可能只想知道我这个应用我要暴露什么端口, 我是不是要有什么path, 那么有了这样一层抽象呢, 我们就可以只对我们的应用开发者去暴露这些parameter的概念, 然后同时我们的平台开发者则可以去自定义底下这个, 像gateway这样一些definition, 比如说gateway它其实底下我们用了一种queue语言的一个模板语言, 我们使用这个queue语言的模板语言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去渲染一些资源, 比如说在这里gateway它渲染的就是service和ingress, 比如说如果用户他声明了这个port这样一个parameter, 我们的definition就会渲染出service这样一个资源, 那么如果他声明了domain或者class, 我们就会同时为他渲染出ingress这样一个资源, 那么这样一层抽象呢, 其实就帮助我们的用户做到了关注点分离, 我们的应用开发者只需要关注parameter, 然后我们的平台开发者则是可以专注在底层的这样一个definition的这样一层概念, 然后有了这样一层抽象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平台开发者以一种更统一的方式, 因为所有的自定义化都可以定义在definition这一层, 然后呈现给我们的应用开发者呢, 都是一个统一的application的一个页面, 然后刚刚说的主要是workload render这一部分, 然后接下来是orchestrate, 因为最简单的以一个数据库的一个component和一个web service component为例, 我们的web service component可能会潜在的有一些依赖关系, 比如说我们会希望我们首先确保我们的db已经被部署起来了, 然后我们的web service才启用,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在components阶段去使用depends on, 去声明组件间的这样一个依赖关系, 那么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没有引入任何其他的概念, 只有components和依赖关系, 那么实际上库布埃拉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会根据你的component以及它的依赖关系, 去生成一条对应的内置工作流, 比如说在这里这样一个例子里面, 我们生成的工作流其实很简单, 就是第一步就是apply这个mywordpress, 第二步就是applymydb, 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些更高级的一些需求的话, 我们这里也提供了workflow的一个支持, 比如说在这里的workflow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先applydb, 然后是applywordpress, 那么最后呢则是会根据这个部署的情况, 去发送一个slackmessage, 那么其实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workflow也是有一个对应的type的, 那么其实跟前面的component和trade的类似, 我们这里的workflow的type, 其实就对应到了workflowstepdefinition, 那么workflowstepdefinition呢, 它其实会做的比前面的component和trade的灵活性会更高一点, 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分三层, 第一层就是workflowsteps, 然后第二层呢则是我们刚刚说的workflowstepdefinition,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Q语言, 它是一个模板语言可以做一层抽象, 那么更深层的就是底层在你编写这个workflowstepdefinition的时候, 你可以引用我们CubeVaya提供的这样一个function call的一个能力, 我们把一些内置的function call提供在了vayla-op这样一个包里面, 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notification, send slack message这样一个notification的stepdefinition例子里面, 可能它里面会做两件事, 因为对于像slackwebhook这样一个请求, webhook它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数据, 所以我们可能不会直接名文的去写这个webhook的URL, 我们会把它存到kubernetesservice里面, 那么在这个stepdefinition里面呢, 我们第一步其实就通过op.read, 这里有个op.read, 它的实际作用就是会去集群里面去读取你所声明的这个secret, 然后拿到secret之后, 我们会对里面的这个webhookURL进行一个解析, 然后第二步op.slack, 其实它就是类似于op.http, 它本质是一个http调用, 它会把你的你想发送请求的这样一个消息内容, 然后直接发送到这个slackurl里面, 那么其实最下面这一层functioncall也是我今天会着重介绍的, 因为我们新出的qx功能其实就是对底层的这样一层内置的functioncall做了一层优化, 然后同时也支持了我们自己用户可以注册自己的functioncall, 有这样一层能力。 OK, 然后刚刚主要是orchestrate编排的一步, 那么在编排和渲染之后, 我们其实比如说在部署的时候, 我们还希望会有一些额外的policy, 那么因为刚刚最开始也提到了, Covilla是一个多级群, 非常适合当前这个多级群环境的应用部署的这样一个项目, 那么在policy里面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对不同的集群为它打上不同的label, 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于我们的component来说, 我们可能部分希望它部署在欧洲的region里面, 然后部分希望它部署在中国的region里面, 那么在这里通过policy的select, 我们就可以做到把component做一个多级群的一个分发。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多级群的authentication里面也做了一定的工作, 当一个应用里面它会把一个component同时部署到多级群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们会确保在每一个集群我们都会对用户的身份进行一个认证, 比如说用户A它只有集群A的权限, 没有集群B的权限, 那么当它在部署一个应用的时候, 这个应用会同时部署到A、B两个集群, 那么它在部署B集群的时候就会失败, 因为我们的建权会鉴定这一步是失败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多级群的一个分发, 在这里其实我们使用的组件是, 也是Cubeva项目的一个cluster gateway, 那么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支持, 你可以把你的workload不止部署到不同云场商的这样一个KBIS里面, 也可以部署到on-premise的KBIS, 然后包括一些IoT以及边缘的一些场景里面。 然后这个是Cubeva提供的一个插件系统, 像我们Cubeva做一个控制面, 我们内置已经提供了一些像Vela UX这样的一个add-on, 这个Vela UX其实就是我们内置的dashboard, 我们启动这个add-on也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命令Vela add-on enable, 那么如果使用这个命令把Vela UX启动起来, 我们就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到一个dashboard页面, 然后包括我们官方内置也提供了很多其他的一些add-on, 比如说像Flux AD, Terraform, Dex做认证授权等等。 然后这是一个add-on的一个结构, 其实可以看到它里面是包含了我刚刚提到过的所有内容, 比如说首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definition, 那么然后还有一个parameter, metadata和readme主要是定义一些原信息, 然后resources里面其实就是包含了这样一个add-on, 它实际上会去安装一个什么资源。 以当前这个add-on为例, 当我们启动这个普罗米修斯的add-on之后, 它首先会在集群里面把普罗米修斯给安装起来, 同时它还会提供一些definition, 比如说像这里promises scrap, 它会提供这样一个definition, 然后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application里面去使用这样一个definition。 那么这里的add-on我们官方内置的catalog里面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成熟的add-on了, 同时我们的用户也可以选择自建自己的add-on registry, 并且注册或者安装自己的add-on。 这里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过程, definition里面包含了这个trade definition, 所以安装完add-on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然后接下来是Covia的一些ecosystem的tools, 首先是Vela CLI, 它就是提供了一个CLI帮助你去更加简单的去管理你的应用, 然后Vela UX刚刚也说了这是我们的一个dashboard, 然后VelaD是我们特意开发出来为我们的用户做一个开发测试使用的, 因为可能有些用户他们觉得Covia的部署比较困难, 或者说他们没有一个control plan能够去帮他们先测试这个Covia的功能, 那么VelaD它虽然只是一个命令, 但是它实际上会去帮你起一个K3S, 并且在这个K3S里面已经安装好了Covia的管控面, 以及会把Vela UX也启动起来, 所以只需要你使用这个VelaD做一个install,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整个Covia的管控面都启动起来, 这对于开发测试来说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是Terraform Controller, 因为Covia它可以管理各种各样的资源, 它包括当然包括Helm以及Terraform的一些资源, Terraform Controller主要是应对Terraform资源的下面的一些plan的一些apply, 然后是VelaWorkflow, 因为刚刚其实也介绍了Covia的Workflow它的功能也比较强大, 然后包括它底层有很多层抽象, 那么如果有些用户觉得它不需要整个Covia这么多功能, 它只想要一个简单的流水线,一个DAG, 那么我们就会比较推荐它使用VelaWorkflow这样一个项目, 因为它底层的这些Definition和Covia Definition都是共通的, 包括它用了同样一层Step Definition的这样一个抽象, 所以你在Covia里面定义的这些Step在VelaWorkflow里面也可以直接使用, 然后在跑VelaWorkflow的时候, 它相当等于就是一个轻量级的DAG流水线, 所以你可以复用原本的能力并且能保持这种灵活性, 然后VelaPrism它主要是作为一个Extension API Server, 能够帮助我们把一些HDP的请求变成CustomerResource的请求, 然后Class Gateway就是刚刚介绍的做MultiClusters所用的, 然后接下来是我今天主要想介绍的Covia即将在1.9.10里面去发布的新功能, 叫做QX, 那么在介绍这个之前我们可能首先需要来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想要做这样一个重构, 以前的这种Q的这种使用方式有什么不好, 首先第一点其实我列在最下面就是也有用户说过, 就是我们只能使用QVa内置的这些Provider, 能不能我外置的我也能够注册呢, 以前是不行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只提供了一个包, 因为我们都是内置的, 我们全都放在Vela-OP这样一个包里面, 没有包管理, 这个也会造成一些confusion, 比如说我刚刚说了OP.read, 那么这个read我现在解释起来大家知道实际上是Kubernetes的read, 但实际上用户在理解的时候它就会有一层gap, 这个read到底是读取什么样的东西呢, 然后同时它会稍微有点难以理解并且难以维护, 然后并且比如说还是以OP.read为例啊, OP.read它的输入参数是value, 这个value里面包括了API server kind, 我们会根据这个value的API server和kind去基讯里面去读取你想要的资源, 然后它最终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也会回写到value里面, 所以这里其实会有一个override, 然后也会让我们用户对于这个这样一个function code, 它的prams和returns会有一些迷惑性, 因为我们并没有显示的去区别这个输入和输出, 那么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qx的这样一个架构, 可以看到它最上面是一层compiler, 那么这层compiler的作用就是所有的q的一个template, 它都会, 它本质上template就是一个stream嘛, 它会经过我们的这个compiler变成q.value, 然后在compiler下面呢, 我们构建了一层package manager, 有了这样的一层manager, 我们就可以管理多个不同的包, 那么这个package当然就包括内置的一些internal package和external package, 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向用户提供这种包注册的能力, 那么在包下面呢, 就是包括这个下面主要是实现的一些逻辑了, 包下面我们需要包括一个是qtemplator, 在这里qtemplator的作用是, 我们需要去定义你这个这样一个function call, 它的输入输出或者说它的样式, 你希望它尊重什么样的格式, 这主要是一个templator, 然后是你实际的provider, 那么在cubella内部里面, cubella它是一个go项目, 所以我们的provider实际上就对应到了一个go的一个function, 那么我们的go function和这个qtemplator是一个一一对应的一个关系, 然后最终我们在definition里面, 其实就可以使用我们注册的这些provider去做一些函数调用,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例子啊, 左边是一个package的templator, 因为在新的qx的规范里面, 我们重新定义了prams和returns, 然后都以这个dollar符号作为一个前缀, 然后adualprovider呢, 在这里主要比较像一个站位符, 主要是告诉我们的这个compiler, 它需要使用哪个provider去调用, 然后右边呢则是一个usage,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内置的一个valla-httpl包, 那么用户在引用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到这个q的一个结构会跟json很像, 它其实本身也就是一种模板语言, 可以看到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先定义了一个request, 然后冒号, 然后是直接走的http.get调用, 那么这个get它的一些参数就是prams, 然后只需要提供一个url, 然后最终我们想要拿到这个return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另外生命一个变量, 比如说body, 然后直接它的这个value就是request.returns.body, 实际上就是这个http的调用, 那么其实右边这种就是我们实际上一个definition的一个样子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本身提供了这么多这个package和action, 那么我们其实在definition这一层就可以已经各种各样的去组合我们的这些action, 比如说你希望做一个clean jobs, 你前面做了一些部署, 然后最后这一部workflow你希望去清理集群的资源, 你就可以写一个clean jobs的definition, 然后他用的就会是cube.delete, 然后根据labels去删除你不想要的一些资源, 然后这个是external package, 可以看到我们定义了一个crd, 就叫package, 然后左边可以看到这个crd name叫mysicle, 然后它有一个path, 这个path指向的呢, 其实就是当你想要使用的时候, 你需要import什么path, 比如说这里就是external-db-mysicle, 然后这里是后面provider定义的主要是我们调用这个provider时候需要的protocol以及endpoint, 目前我们支持的protocol是http, 后续可能也会上grpc的一些支持, 然后这个endpoint呢就是你本身这个provider它提供的这个service的一个地址, 然后在templates里面我们就会实际的去定义 你这样一个provider, 你希望它能够提供什么函数, 并且它的输入输出是什么, 比如说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list tables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呢它的premise就是一个connection的地址, 然后是一个db的名字, 然后return呢就会是一个table, 那么我们在调用的时候可以就首先import你这个指定的这个path, 然后通过mysicle.list tables, 也是我们左边这个package里面定义的这样一个函数名, 然后使用我们的一些输入premise, 然后去进行一个list, 然后最终可以拿到这个tables的return,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流程, 从底层来看的话, 最右边我们可以是go的一些函数, 或者是我们自定义的, 不管是rust, python, 我们自定义的一些function, 它会提供一些service, 然后我们可以在qx里面去把它注册成一个package,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definition里面直接去混合编排这些package的能力, 然后最终我们在quivella里面, 不管是你在application或者是workflow里面, 你都可以直接利用这样一个definition去做一个应用的一些编排, OK,然后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所有内容, 然后这个二维码是quivella的github, 然后也欢迎大家点一个star, 然后有什么想要问的吗? any questions? OK,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 就感谢大家今天听我的分享,谢谢。